我现在开始录音 我先把刚才再解释一次 基本上我们一个句子 只有一个主词加动词 当你看到第二个主词 第二个动词的时候 那已经形成纸句了 那形成纸句 到底是什么纸句呢? 因为我们纸句就是三个纸句 一个叫做名词纸句 名词纸句叫6WSV What you say? Where you go? When you live? Whether you come or not 像这种就是6WSV 名词纸句 它写好之后不是当主词 就是受词 那另外一种就是形容词纸句 就是里面有主词加动词 写好之后它变成一个形容词 形容词它整句话 在修饰前面的名词叫先行词 那这里有 户或户关机代名词的问题 另外一个叫做副纸句 副纸句它基本上 为什么叫副纸句 它就已经告诉你答案了 形容词纸句就是形容词 可是纸句的意思就是关起来的句子 它是一个句子 用一个句子来表示形容词 它一定是道修 从后面往前修 那副纸句它是可以放在前面 也可以放在后面 放在前面叫做前面的副纸句 中间就是后面的副纸句来修 主要纸句的动词 另外一个叫名词纸句 名词纸句它都会有sv sv就是有一个主词 有一个动词叫纸句 名词纸句就是名词 名词可以当主词跟受词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 刚才看到一个句子就是鲸鱼 有到这边 为什么会有呢? 为什么我们可以找到鲸鱼呢? 因为它往台湾有 这个就是副纸句 修饰有的原因 原因的副纸句 在这里 多号加for就等于because 你学着把它考出来的意思就是说 它认为这个东西 是我们高纸里面 一个要知道的东西 我们一般都以为for是介细词 for什么时候当连接词 前面一定要加一个逗号 百分之百一定要加一个逗号 才能当because 当连接词 不然的话它永远是介细词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it是id2 后面可以不定词当名词 找到金鱼的位置相当的容易 因为 你看如果是for 这是后面不是原因吗? 后面是不是因果? 因为 因为金鱼会游过台湾的东海岸 所以我们会找得很容易找得到 每一年 4月到9月之间 no 是野部 它是连接词 就是对整连接词 它是对整连接词 那我用录影税 所以我就 没有每个字都写 对整连接词 它是CONG 可是它是对整 它叫野部 我们用意识去看是叫野部 那意识 这里前面没有部 所以野部的话 你要写野部 前面一定要有部 前面没有看到NOT 所以不可能是野部 SO 是因果关系 SO 是不是前面是因 后面是果? 它是连接词 前面是因 后面是果 因果 因为什么 因 前面是因 后面是果 好 那野的是但是 但是 要转折 那转折的话 正便呼 副便正 好的 那到后面的时候 但是就变不好 好 负的就是不好 正的就是好的 或者是没有什么不好 也算好的 那负的就是不好 要转折 好,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告诉你答案 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是,这个就是因为啊 就是因为很,为什么,就是所以嘛 很容易找到鲸鱼,找到鲸鱼是很容易的 好,是不是因为,因为它四月到五月的时候有过台湾的东边 所以是因为,那逗号加货,这边有个逗号 所以这是because的意思,好,了解吗 可以 可以,好,那二十二题,我,呃,为什么不选B 因为NG吗,是这样讲吗 因为还不加PC 不是啊,B为什么不能写啊 赏金嘛 哦,就是,经营的看不就是赏金吗 赏金变成一个流行的活动,那 为什么不选B啊 好 告诉我,你的感觉是不确定还是 还是不确定,因为我觉得ING啊,对 没有,二十二题没有RNG啊 有啊,前面我要去呢 不是啦,这个叫互合名词 现在这个,现在这个叫N1N2 我先跟你讲一下什么叫N1N2 叫互合名词 现在就是说N1N2,我们有一种叫互合名词 N1N2就等于N2 OK 好,那我问你 笑车是笑还是车 好,笑车 笑车 是笑车,好,来 好,那桌灯是桌还是灯 灯,桌,灯,灯 灯,好,所以N1N2是不是取N2 OK 那我问你 赏鸟是赏还是鸟 赏 赏,是不是看鸟 鸟的看,是不是算看 嗯 这是N1N2 赏鸟是不是算赏,不是算鸟嘛 了解吗 这不是形容词指句哦 这个叫做动名词 OK,那骑脚踏车是骑还是脚踏车 骑 所以骑脚踏车是不是骑 所以这个是N1N2,OK OK 好,那我 因为 其实我可以不用问你 但是我 我问你是说我怕你 第一次我会怕你不知道 所以 骑,现在我问你哦 骑脚踏车算骑是单数还是户数 你觉得它是几件事 几件 吃一个蛋是几件事 啊 吃一个蛋是几件事 吃一颗蛋 一颗蛋 算吃嘛 是不是算一件事 那我问你 吃两颗蛋算几件事 还是一件事啊 还是算吃啊 你不是刚才讲说是吃吗 吃饭是吃还是饭 吃饭是吃还是饭 吃饭 那几件事 那玩游戏是不是Playing Games 嗯 OK 是算玩还是游戏 玩 玩 OK 所以你把那个N 抓出来就好了 所以它是不是单数 是不是动词要加S 嗯 动词要不要加S OK 那你就 OK 赏鸟不是赏吗 对啊 赏鸟不是赏吗 对啊 所以是等于watching 微ywatching 不就等于watching 吗 嗯 对不对 赏鸟不是赏吗 对不对 OK 好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我现在跟你讲 这个叫做VINGVS 动词当主持的时候是几件事 这叫VINGVS 是单数 好 我刚才讲说吃10个蛋糕 吃10个蛋是 一件事 一件事嘛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注意的是 跟那个蛋没有关系 是跟吃有关系 OK OK 好 是不是It's too much 吃10个蛋是不是太多了 OK 那我问你 watching 刚才不是watching 不是看吗 不管是看什么 看了就butter watching 那watching是不是fung 还是rfung watching 意思 意思 因为是一件事 所以我跟你讲VING 只要你VING 当主持 动词永远加s 了解吗 嗯 OK 所以你刚才 我为什么要这样问 我现在是问你说 我这样问说 我要问说 我要看你的分析句子的能力嘛 所以呢 赏金 看金鱼 是不是算看 是不是算N1 N2 对不对 对 就跟那个bicycle writing 一样嘛 算writing 对不对 那既然是N1 N2 那算N2 对不对 算watching 那watching跟那个watching不是一样 所以becomes 了解吗 嗯 嗯 我现在是问你说 为什么不显B OK 是因为它是主持 就是赏金的赏 算赏嘛 就是看金鱼 就等于看金鱼的意思嘛 OK 所以是单数 了解吗 那C至少也是单数嘛 对不对 嗯 OK 那 完成式叫做已经 OK 那D是不是未来 嗯 你今天 你今天今天不是未来 今天是不是可以从以前到现在 叫做已经 从今 现在完成式到现在 对不对 他已经告诉你现在完成式到现在为止嘛 对不对 所以C B也可以 现在式也可以 那他 他现在这一题就是考你实态 好 我们 统策里面一定会考实态嘛 第一题是告诉你是过去 过去是这样 第二题是现在式 那现在式是代表过去现在未来 你知不知道 现在是 你觉得现在是动词发生在什么时候 你先讲讲看 现在是动词发生在什么时候 现在是动词发生在现在 好所以 你有一些观念 就是说 呃 呃 不是说 现在就马上要告诉 告诉 马上就给你很多的东西 现在是说 你是说 你是说我的名字是不是叫 Kelly 你现在讲 My name is Kelly 你现在讲一次 My name is Kelly 请问一个月前你叫什么 一样 一个月以后咧 也是一样 所以 My name is Kelly 那你是说 I am a student 你讲一次 I am a student I am a student 你喜欢吃什么东西 随便讲一个 I like Sherim 好不好 Roberts 蛤 你喜欢吃什么 I like fish I like fish 那 所以你发现 你一个月以后 你也是喜欢鱼 一个月以前 你还是喜欢鱼 所以现在是 我们已经改变了 现在是不是发生在现在 现在是 是发生在过去 现在未来都有 注意哦 现在是发生过去 现在未来就有 短的叫习惯 长的叫真理 短的叫习惯 长的叫真理 短的叫习惯 赏金变成一个流行的活动 这个 是习惯还是真理 借习惯跟真理之间 对不对 嗯 那Carrie呢 是一个女孩 你也不能说是真理 算是比习惯长 比真理还短嘛 对不对 那台湾是一个小岛 这个就比 这个就快要 快要真理了 对不对 地球是圆的 那这个就是一万年前也是 一万年以后也是 所以这个叫做真理 所以这个现在式是OK的 好 那什么叫过去式 过去式就是过去这样子 现在不是的 请问你现在是小学生 还是你过去是小学生 过去 所以用过去式嘛 请问你现在是大学生 还是你以后会变成大学生 以后 就是未来式 所以你要注意 它这里就是告诉你说 赏金是活动 你用B没有错 只是它忘了加S OK 那现在是 现在应该是习惯 短的叫习惯 长的叫真理嘛 那有空 我还会再跟你讲实态 写C就是 它用的是说 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完成式 也可以 到今天 到现在为止 已经变成了一个活动 C也OK D的话 这个未来是 今天应该还没有碰到未来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跟它时间合不来 所以答案是C 答案是C 那A是加S的话 B也可以啦 OK 好 那23题 23题 你为什么要写会 23题 对 你为什么要写会 因为 因为 我的判断是 因为它的那个 时间 它说 From June At June To August 对 没错 对 你知道这个叫同位语 你知不知道 哪里 同位语 这种叫做同位语 同位语 就是互相解释 它有四种 我现在顺便跟你讲一下 相关的文化 同位语 就是互相解释 那 Kelly 你要怎么解释Kelly 一定要用名词来解释 是不是 是不是一个女孩 这样互相解释 听得懂吗 OK 你那里是不是台中 对 那台中 你可以用名词来解释 是不是也可以用名词子句来解释 如果是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用 In which Where I live Where can they live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名词子句 我现在直接写结果 那如果是 如果是 时间的话 譬如说现在是礼拜二的下午 礼拜二的晚上 对不对 嗯 好 那他的同位语是 混 好 另外一个就是 Why Why 就只有一种理由 好 这样 所以我们要做 同位语 它也可以是名词子句 那如果是会儿的话 就是地方对地方 那这个东西是同色 比较喜欢考的 目前我还没有教得很深入 因为我们还可以考得很难 还可以深入一点 但是我要调整难度 因为你的统策考到哪里 我就先 那一个部分先 大部分先讲给你 那至于说 比较难的部分的话 那就是要看 你那个 你统策考到多难 那目前我只是告诉你说 同位语 它一定是名词 互相解释 名词可以是一个字的 也可以是 名词子句 像台中 就是我 Kerry住的地方 这个叫做地方 那 礼拜二的晚上 这不是负词子句 哦 这是名词子句哦 这不是负词子句 礼拜二的晚上 就是Kerry上课的时候 那理由 理由就是Why 好了解吗 可以 这个叫做同位语 所以你 你刚才猜是对 但是你知不知道它是同位语 就是说 六月到八月 那个时候就是海洋是平静的时候 OK 好 这是二三的解释 二十四 我要不要解释 或是你不确定 我们就暂时不解释好了 那要看你 要知道到什么样的程度 还有你看的熟悉度 还有你的速度 都是原因 那基本上 我可以教得很仔细 很仔细 像我刚才一开始跟你讲说 两个句子怎么办 另外有一个一定是直句 那你看它的位置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负词子句 修饰 修饰 为什么是容易 那个是 修饰椅子 修饰 所以我现在给你看 这个 WAIL SB 我如果用WORD 来讲的话 我看一下WORD 我现在把这个WORD 我把它打开好 你看看 你这一块叫做什么直句 这一块叫做副词子句 OK 那主要直句是不是椅子 修饰那个椅子 OK 那 我喜欢吃鱼 因为它很好吃 因为是不是修饰喜欢的原因 I like fish because because 因为 It tastes delicious 这副词子句修饰 I like because 那 所以为什么很容易呢 就是因为 所以这个 这个叫做副词子句 那我现在只是告诉你说 诶 我们这样子 我们 当然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够号加for就是because 那你会 你可能会wonder 就是想要知道说 为什么介细词 为什么可以加句子 因为它是连接词 no 也是连接词 可是它意思是也不 so 也是连接词 可是它是因果 前面是果 后面是因 所以我们才写for 那 ye的是转折 第二题 第二题 就是说 你这样看我会问你说 诶 这个是为什么不能学B 因为它是动 它是N1N2 它就是 赏金 就等于是赏 骑脚踏车 就等于是起 就等于把那个会儿去掉 一样而已 就是看 看金鱼不是看吗 对不对 我刚刚讲吃饭 不是吃吗 对不对 那逛街是逛嘛 都是取动 取N2这个部分 所以它当然是要加S 那我现在是问你说 那为什么要写现在式 因为赏金是一种习惯吧 比习惯还长 比真理还短 那你写完成式也可以 因为完成式 用到今天为止 有到今天 你时间有到今天 所以已经变成 那为什么不写未来式 因为今天不是未来 所以你跟那个时间 搭不配来的 第23题 我问你为什么要会 因为这一个时间 它的同位语就是会 OK 那 如果是 why 就是the reason why呢前面是时间 how的话呢 how的话要用 要用的是 the way 方法 要用方法 which的话 应该是形容词指句 OK 好 那你只知道时间 应该就够了 了解吗 那24题我就不讲了 24题需要讲吗 我先不要讲 我先定证错 25题 来 25题 你是知道单字 还是不知道单字 accept是接受 adme是承认 effect是影响 approach是接近 有没有不知道的单字 嗯 好 我现在跟你讲 我们 打中文字 打在下面太慢 太慢 OK 所以呢我会用讲的 那 你这个 最好下面不要写中文 我教你怎么写 像approach 是不是接近 OK 嗯 啊你就写个1 OK 你就写1 啊 你看有什么样的单字 你不会 譬如说marberos marberos 是不是神奇 对不对 啊 我用这样子好了 好 假定你说marberos 是不是神奇 你就写1 OK OK marberos 是不是神奇 就写1 然后呢 呃 spa 是找出什么的点 找出什么的地方 就写2 OK 然后呢 呃 譬如说这个 industry tourism 是观光 如果你不知道就写3 好 好 那你平常是不是会把中文写在下面 对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改成不要写在下面 给它改成写在1 1 然后你写晶奇 OK 改成写在下面就对 这样你相信我 来 你就写晶奇 晶奇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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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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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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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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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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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看到找到什麼地點 你看到第一個單字的時候 第一個是不是就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那我問你喔 假定說我現在在你面前 我頭上面寫白老師 你是不是看到我就知道 白老師三個字就知道 我了對不對 那你就不會認這個單字了 你不會去認 那假定說 你今天上面沒有寫白老師 你是不是 你就好像第一次你看到一個人 是不是有一個印象 第二次他來你家的時候 當你的家教老師到你家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已經看過一次 你是不是就有印象 就說這個人是我的家教老師不會認錯 就好像你的同學一開始會認錯 上課幾次之後 就認得他的臉了 對不對 可是你在下面寫經期 你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你不會去想那是什麼意思喔 你會去 直接看到這是經期 也就是說你的腦筋不會去思考 那個字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都會叫學生 不要在下面寫中文 就寫1234 然後下面寫中文 那這樣有個好處就是說 我今天看到這個字的時候 我會心裡想一想 我在背的時候 在背的時候我就記得是經期 那我如果看不懂 如果我已經看過了 我在背的時候我是經期 我在看下面的字 表示是沒錯的 這是印證 了解嗎 嗯 那如果我寫spot 譬如說你看到這個字 你是不是不知道什麼字對不對 你想一想 我好像有背過 是找到什麼位置 那你再去看確認 了解嗎 了解 還是不太了解還是了解 不懂 也就是說 今天我們 假青蛙跟蠶蠶 假定有一隻青蛙 跟一隻蠶蠶 牠是不是長得不一樣 對 那我們從青蛙跟蠶蠶的皮膚 是不是看得出 一隻是青蛙 一隻是蠶蠶 嗯 對不對 那可是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把那隻青蛙 上面寫一隻青蛙 另外一個字上面寫一隻蠶蠶 基本上你已經看到答案了 對不對 那你已經看到答案 你就不會注意它的顏色啊 聽得懂嗎 今天一樣啊 你今天看這個Marvelous 我看到一個神奇 那我 我每次都這樣寫 變成我第一次就看到答案 而不會去想 那是什麼意思 我告訴你 這樣的差別 會有差別 會差別很大 所以我都會建議學生 下面不要寫中文字 就是 而且我現在 我現在是不是打給你 我不用打 我是最後的時候 才跟你講單字 你什麼時候被單字騙你 不是特別的去被單字騙你 那叫金晶體 是在做題目的時候 順便寄單字騙語 跟文化一起寄 而不是只有被單字 被單字 就像是金晶體 什麼叫金晶體 就是只有注意單字 一個車子要跑得很快 只要輪子做得很好就好 被單字就好像把輪子做得很好 事實上 這個句子要怎麼用 用在什麼地方 它的借氣值是什麼 所以我們背單字 不要只有背個單字 就是看句子的時候 就順便背單字 順便記文化 句型騙語 所以每次上完課的時候 我就會跟你講 這邊單字騙語 然後你順便去記 這樣才可以累積你的單字的量 那學測是期間 統測應該 我看那個單字 應該沒有到期間 應該有 你那個統測大概 四千個單字 差不多四千五千這樣子而已 了解嗎 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那 所以我告訴你 就是說 我不一定會每個字都打 因為我打會比較慢 對不對 所以我最後會用講的 講的話你就寫一二三四 那如果是單字 你才講一二三 你就寫一二三四 如果不是單字 你就不要寫一二三四 那一二三四 你在旁邊 寫一二三四 大概哪裡不會 在下面再寫中文就可以了 了解嗎 了解 好 那 25題 我們看這個 這個 Save 是接受 對不對 Save 是切的意思 A,C,Z 是2 把它切過來 就是接受的意思 我不要講字跟字 好了 的Meet Ad 是2 Meet 是不是相遇 有學過Meet嗎 M-E-E-E-T 有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說的跟你做的 兩個人都說好才可以 所以這叫承認 那承認 它要怎麼用 承認 就跟 acknowledge不一樣 那我可以 在這邊 要怎麼用呢 那要不要講得很深入 通常我們不用講那麼深入 但是呢 我可以跟你講深入 你這個是承認對不對 那什麼叫承認 我們會考哪裡 我們如果不知道的話 我們用死記當然也OK 那我問你喔 你覺得你被考上 假定說你考上 台北商業大學對不對 你是進入台北商業大學 還是被承認到台北商業大學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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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被承認到學校 這個叫做入學 OK 要有學級的 那還有你說去醫院是 去醫院跟住院有沒有一樣 去醫院跟住院有沒有一樣 有 所以去醫院是不是被承認到醫院 所以是不是叫入院 OK 嗯 好 那 你今天去看電影 是不是要被承認到戲院 是不是入場 嗯 所以我給你講說 這個片語 你要用死記的也可以 就是說 他這個要怎麼解釋呢 他的意思是承認 那為什麼要用承認 你譬如說你上到台大 不是說你去台大 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台大 我也可以去台大去台大 走一走就是go to NTU go to NTU 不是admit to NTU admit to NTU 被承認到台大 就是 入籍 入學台大 被承認到醫院 叫做 入籍到醫院 不就是入院嗎 被承認到戲院 你戲院沒有票根 不能進去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哦 對對對 所以這個叫被承認 所以admit是這樣用 他用的就是承認 他的承認的意思就是 我說的你要接受 而且你要完全接受 這樣叫承認 OK 那我們中文翻譯說 入學入醫 入學住院 就是入戲院 了解嗎 嗯 好 所以第二個admit是這樣用的 你是寫 第三個是effect 是不是影響 OK 那你effect 是不是還有一個是 叫influence 有沒有學過influence 有沒有學過 沒有什麼影響 你現在是三年級嘛對不對 嗯 三年級 有沒有學過這個是影響 有 對是不是也是影響 對 你想不想知道了很深入 還是還是不 還是隨便 隨便 那我現在要告訴你 我可以可以教你很深入 也可以 我基本上 我就是以你考試為中心 那個難度 這兩個都是影響 也就是說中文 他沒有給你教那麼清楚 英文給你教影響 這個fake是不是事實 對不對 那AFF ACC ADD ACC 就是to 對事實有影響 它這個影響就是比較騷擾的影響 OK 譬如說噪音影響到我 是不是這個affake 好 influence 這個flow是流動 流進來 所以它這個是比較長期的影響 好 嘿 比較長期的影響 譬如說 你們家很重視教育 這種風氣可能不是一兩天的影響 那可能是什麼 長期的影響 叫influence 所以我媽媽的 我家人對我讀書的態度影響到我 我不會用affake 我一定用influence 因為這種態度不是一兩天就可以結束了 對不對 OK 但是affake它比較短 譬如說外面好吵喔 影響到我讀書 你覺得是influence還是affake 蛤 所以 Noi是不是噪音 對啊 噪音影響我的讀書啊 是不是短期的 是不是短期的 對 因為 噪音結束就沒了 OK 那我說我媽媽 我們家人的態度影響我的讀書啊 對不對 對 好 這個呢 就是說 這個字叫影響 influence 這個都是統徹的單字 只是有學生問我說 欸 那這個要怎麼分 如果你要問我 我就可以仔細跟你講 如果 那 通常 在這一題裡面是沒有影響 但是我要跟你講相關的字 這個字的文化 了解嗎 跟affake OK 好 Approach 有沒有背過這個單字 有沒有背過這個單字 有吧 是 有一點 那 有一點影響 Approach 它有分動詞跟名詞 對不對 動詞呢 是接近 迫近 接近 所以 你這個 有時候字要 就是說要精確 有時候它會有兩個意思 一個叫接近 一個叫方法 那目前呢 我是用比較 比較慢來交 因為不敢交太快 那我可以直接跟你講 它就是接近 但是呢 它也可以當方法 所以用方法是不是用印 用這個方法是不是用印 方法是用印 你知道嗎 知道 所以你看看 它Approach 它有時候會考你 不是接近 是方法的意思 是方法的意思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說 它會考你是方法 那我要知道它是接近 還是方法 OK 所以說 in this way 不是在這條路上 是用這個方法 Messor也是方法 那Approach也是方法 但是它也可以當接近 那目前 目前是接近的意思 因為你看主持動詞 就知道了 這個25題的主持是什麼 船 OK 好 請問船會做什麼事 會接近動物嗎 對不對 從後面接近 不要從前面 從前面會嚇到 從後面不會嚇到 所以是接近 OK 好單字沒有錯 所以 A是接受 Admin是承認 C是影響 短期的影響 Approach是接近 OK 好 這樣是一篇已經講完了 然後呢 我現在很快的講一遍 因為有錄影 我現在很快的講一遍 那 等一下順便 順便講單字片語 等一下單字片語 你再一起畫 我現在大概跟你講一下 台灣的East Coast 東海岸呢 Oper Oper是提供Marvel 是Marvel變過來 OUS是形容詞 提供驚奇的景象 什麼的景象 AOV V-A 就是海洋野生動物的景象 AOV是V-A 看到一個鯨魚的機會 是非常的高 在夏天的時候 Eat是代替兔 找到鯨魚的位置相當的容易 因為 因為鯨魚游泳通過台灣的東海岸 每一年在10月跟10月之間 今天呢 鯨鯨 就鯨魚的看 鯨鯨呢 已經變成一個流行的活動 最好的時間 那樣鯨鯨魚 賞鯨魚的時間 是從6月到8月 在那個時候 同位於 這個海洋是平靜的 那鯨魚的賞鯨呢 組成一個主要的部分 就是觀光產業的主要部分 在宜蘭 那台中還有花田縣 康티是縣 那賞鯨的旅行 已经around就是在我们的 你都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就是附近嘛 已经是有 around就是在我们身边 从1997年开始 然后border sheet 然后船已经一直在增加 已经一直在增加 那旅途的operator operator就是那个操作者 那应该就是导游那一类的 旅途的操作导游呢 被期待要遵行 这种的规则 这些规则 形容词指句 名词加ING 快速形容词指句 which govern 这边有一个句型 就是形容词指句 分子构句里面形容词指句 那可能 等一下要问你 我现在 现在还没有解释 我现在解释先解释他的意思 管理 这个规则 regulation是规则 会管理这个活动 举个例子 你靠近一点 get a close look 就是靠近看这个鲸鱼的话 船应该要接近这个动物 从后面接近 一个列表 一个列表就是应该负责的 赏金的原则 principle是原则 负责任的赏金的列表是 被包含进去在一个官方的导引 去减少这个冲击 impact是冲击 观光的冲击 在这个行为 野生最大动物的行为 的冲击 就是说 减少 我们去看也会 也会 对动物有所冲击 所以我们要减少 这个冲击 impact是冲击 toolism是观光 behavior是行为 大概是这样 我可以再讲一次 那等一下马上讲单字 台湾的东海岸 是提供神奇的海洋生物之景象 那看到一个鲸鱼的机会 非常高在暑假 所以找鲸鱼的位置很容易的 因为鲸鱼由台湾东边 4月到9月之间 今天赏金已经变成一个活动 最好的时间 赏金是从6月到8月 那个时候海参很平静 赏金组成一个主要的观光产业 在宜兰台东还有花莲县 赏金已经在我们身上 就没有远的地方了 已经在我们周围 从1971年开始就有了 然后金鱼船已经一直增加 那这个旅途的导游 期待是遵循这个规则 这个规则是管理这个活动的规则 举个例子 你要看金鱼的时候 这个船应该要接近这个动物 是从后面接近的 一个负责任的原则的列表 是被包含在这个官方的导印 目的要去减少这个光光的冲击 对谁的冲击 在野生动物的行为上面的冲击 OK 好 我现在先给你讲单字 你现在写一二三四 如果我直接用讲的 如果是单字 我问你 你在做题目的时候 是不是顺便被单字骗语 Kerry Kerry 我是说 我们现在一直做题目 是不是会有错 对不对 错是不是给你补充一些相关的东西 对不对 什么时候要被单字骗语 是不是我们都已经花时间下去了 是不是顺便去记单字骗语 这样是最好的 了解吗 顺便记单字骗语 也就是说 让你看过的文章 不是只是做过而已 你今天做题目 只是把不会的错的地方抓出来 只是把错的抓出来 那错的抓出来 我要补充相关的东西 让你了解为什么是这个答案 还有这个字怎么用 OK 那再来呢 就是说 我们希望我们读过的文章 不要浪费时间 对不对 我们顺便是记它的单字跟骗语 所以我刚才讲说 单字骗语 不要单独记 那是精进题 就是只有把轮胎做得很好 不会使汽车跑得很快 我们轮胎 这个单字是放在哪里 骗语是什么意思 顺便记单字骗语 巨型同时记 了解吗 OK 所以 所以你在做完一篇文章的时候 我就会顺便跟你讲过单字骗语 这样子你上下来 你不但错误有定证 你也了解一些文化 你也顺便被单字骗语 OK 那我现在先讲单字骗语 我刚才已经文章大概讲了一遍 有录影 你回家还可以再听 好 我现在是单字 你就写一二三四 Marblers是从Marblers变怪 叫神奇 奇迹的意思 奇迹 好 好 第二个Spot Spot是点 但是也可以是景点 所以是区的点 动词是找什么的点 找什么的点 好 第三行 以后印出来直接在上面写一二三四 这个最好是印出来 以后直接第一天 以后印出来 你的题目就是你的笔记 我们以后的题目就是笔记 OK 好 再来呢 Counti 第六行 那个Counti 就是县 花莲县 Counti 是县 然后呢 increasing是增加 你应该知道 增加 不知道 还是就写 号码 operate是操作者 但是你这边不能欢迎做操作者 什么叫操作者 第一个 第一个船的操作者就是司机 司机啦 第二个 手术台的操作者 那不就是开刀的人 第三个是旅行的操作者 那不就是导游吗 OK operator 可以是高级载具的司机 譬如说是MRT的司机 也可以是手术台的操作者 那就是 开手术的人 那里图的操作者 应该就是导游 所以在这边是导游 然后regulation是规则 regulation是规则 那因为明词加ING就等于 which加 这个是形容值指句 这个我就不知道你 这边我给你看一下文化码 快速形容值指句 你有看到 刚才有没有看到明词加ING 有 明词加ING 什么叫做快速形容值指句 就是说 你把头往右转 转好之后再转回来 这个时间 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形容值指句 如果不能 不能这么快知道 那就不叫快速形容值指句 所以我这边写快速形容值指句 说 我怎么知道快速形容值指句 因为我 因为我已经跟你讲 它是这六条其中的一条 叫明词加ING 就是who or which 所以你刚才看到那个明词加ING 这里不是有看到名词加ING吗 规则统治 对不对 就是规则 形容值指句 统治这个活动的规则 regulation是规则 regulation是规则 管理 统治就是管理 government government是管理的政府 government government 所以government就是管理 管理这个活动的规则 get a close look at 这个是一个片语 就是靠近的看 get a close at 是靠近的看 会儿是金语嘛 approach 是接近或是方法 刚才已经讲过 接近或方法 好 principle是原则 有个字跟它长得很像 我们混淆字 混淆字 我们本来 你要准备一个笔记 就是 这个笔记 你自己的笔记 上面写混淆字 因为 混淆字最好一次解决 就写在一起会比较好 好 我们刚才不是看到原则吗 这个是原则吗 是不是有个叫中小学的校长 有没有学过这个字 有 那个是中小学的校长 就不一样 他就有时候会让人家 会误解 所以这个有时候也会考 这个是原则 下面是校长 诶 糟糕 principle是原则 principle是中小学的校长 不是大学校长 是中小学的校长 一开始的时候不能讲快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要建立系统 所以会比较慢 可是后来我会教好快 后来我会很快 那你会越错越少 然后单字呢 就越背越少 然后单字呢 是套计比单计好 为什么要这样计 来 我给你讲 好 以后我常常会给你补充一些 混淆字 好 我给你讲个故事 有一次 有一次我去教 一个 双胞胎 这姐妹 我刚开始的时候分辨不出来 那姐姐跟妹妹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姐姐说要去上厕所 然后突然回来 我就说你是姐姐还是妹妹 我说 她说是妹妹 我说我分不出来 好 那今天因为他们两个长得很像 所以要分辨双胞胎最好的方法 跟分辨青蛙跟产竹最好的方法 是不是把两个放在一起 对不对 对 好 所以我们以后 譬如说我现在给你讲 譬如说我现在给你Note Pro 我这边有几百页的笔记 我们以后会用找的比较快 好 好你看看这边是不是有四个意思 这边是不是 literal就是文学 对不对 你现在看 literal 看得到吗 可以 好 可是我不写 literal就是文学 literal是字面的 然后literal是足字确实的 那literacy是识字 literate是识字者 illiterate是识字者 illiterate是文盲 literary是文学的 illiteracy是不识字 可是它都是从字变过来的 而且譬如说 它现在告诉你文学 文学跟文盲有没有不一样 识字是不是不一样 可是它是同样长得很像嘛 所以为了要避免 为了要避免 好譬如说我现在看这两个字有什么差别 这两个字知不知道 有看到吗 有 你知道这两个字差别是什么 第一个是不是通过经由整个的 Slu 对不对 通过经由整个 它是介细词 slu是从头到尾 是形容词 它差一个字就是多一个O 就是多一个O OK 那这个左边的是goes through 通过经由整个的 slu是从头到尾 那像这种字 我会把它放在一起 OK 那为什么要放在一起 不放在一起 你一定会容易混淆 好 那insist,consist,resist,persist 是不是都是坚持 sist也是一样 insist是坚持嘛 persist是持久嘛 resist是抗菌嘛 那所以呢 我是说 我们避免混淆 就是把它列在一起 就是简单的结论 就是套际比单际好 了解吗 嗯 套际会比单际好 那要避免混淆的方法 就好像 姐姐跟妹妹长得一模一样 那我要分辨的方法 就是把他们两个人放在一起 然后找他的差别 所以principle是原则 中小学校长是al 我们就一次解决 OK OK 好 刚才这个都是方法 位也是方法嘛 master也是方法啊 approach也是方法 他不知道考哪一个 其实还有第四个 如果是 那个学测的话 我还告诉你第四个 叫manner manner也可以这样的话 那可是我们是统测 我们 我会调整 调整难度 调整到你 考的那个部分 所以 我们现在靠中小学的校长 这是原则 对不起原则 所以呢 赏金原则 这叫复合名词 n1,n2,n3 n1 最多可以到n3 where 是不是n1 那 watching 是不是n2 复合名词最多有三个 不能超过三个 OK 所以呢 叫赏金原则 OK responsible 是负责任的 下一个 responsible 是负责任的 好 include 是包括 包括 official 从官方 office变过来的 官方的导引 official是官方的 然后reduce 是减少 reduce 是减少 impact 是冲击 impact tulism 是观光 tulism behavior 是行为 behavior 好 有没有漏勾的单字 有 我再讲一次 如果 如果 我再讲一次 那你就顺便记单字片 以后 第一个 marverous 神奇的 好 第二行 spot 是找到什么的区点 找到什么的点 找到什么的位置 好 好 tulism tulism 就是观光 Industry 是产业 产业 county 花莲 那个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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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县 然后呢 governing 是管理 governing 政府的动词 government的动词 管理 顺便记 get a close look 就是看 就是看 这等于look at的意思 然后approach 是接近 responsible 是负责任的 负责任的 principle 是原则 impact 是冲击 behavior 是行为 好 有没有问题 然后答案的部分 那个 最后一题 accept是接受 admin 是承认 承认 那承认的话 我刚才有个片语 我已经录起来 回去再去看你的笔记 笔记会录给 每一次都会写日期 会写给你 我会帮你写所有的笔记 也有录影 affair是短期的影响 就是影响 approach是接近或方化 好 我现在讲到这边 有没有落勾的单式 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没有 那我们要继续写一个 现在你写26到30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写26到30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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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我怕你也吃了 我怕你冷卻不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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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感谢观看 对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ok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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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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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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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 感谢观看 好 很重要吗 因为因为 对不对 对不对 还可以 好,你看看這一句 他回家了,然後他睡著了,對不對? OK? 這有沒有問題?這一句應該沒問題吧? 沒有問題 那我問你 Went的主詞是誰? 誰來花Went? 他 誰來睡覺? 他 OK,都對 那我想把AND去掉,就直接寫ING 了解嗎? 了解 這個就是AND的省略調,我現在解釋PP 所以我把AND去掉,你就寫Sleeping 所以Sleeping就變成沒有主詞了,對不對? 對 沒有主詞的話,你自己去抓啊 就是AND省略調 這時候你要抓的是AND 也有可能是AND省略調的 你寫WhoSleep其實也可以 這裡是Who 這個WhoSleep其實也可以 可是用AND會比較好 好,再來我們來看PP PP來 好,他回家了 然後被給了一餐 他被給了一餐 好,你現在 你現在He都是一樣嘛,對不對? 他是回家還是被回家? 回家 回家 阿他是給餐還是被給餐? 被給餐 好,所以我今天只有告訴你S V 永遠會連在一起 所有的V前面是什麼?告訴我 所有的V前面是什麼? 所有的V前面是什麼? 所有的V 名 對,這是我給你鼓鼓掌 就是S嘛 所有的動詞都是主詞化的 所以我的文化碼 就跟你講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所有的動詞都是主詞化的 OK 好,所以呢 WEN的主詞是He 給 他是被給一餐齁 那我們把AND去掉 是不是又省略掉了 所以會變成BING BING又省略掉就變GIVEN OK 那我們把AND去掉 就變BING嘛 對不對 AND去掉不就是變BING嗎 BING又可以省略,就變GIVEN 好 所以我們總共有 第一種 PP型 就是我的B動詞被拿掉了 但是他的意思主先是被 SPP他就要以 我把它拿掉了 就直接加名詞 這一種會有PP跟ING 這是PP型 第二種 譬如說寵壞的小孩 小孩子被寵壞 限分型 限分型就是正在跑的馬 正在跑的馬 正在流動的水 Running water 對不對 這一種是進行式 再來 我們用這個來講 你這個 ING跟PP 你以後看到ING跟PP 他應該通常是代表省略 動名詞當然不是省略 動名詞就是動名詞 他沒有省掉任何東西 我現在講的是 你看到的ING跟PP 第一種PP型 就是被 有看到PP 對不對 所以 SPP不是寵壞小孩 可不是寵壞小孩 是被寵壞的小孩 有可能是這樣 Retired Teacher 不是使老師退休 這是以退休的老師 這種叫PP型 他省略掉的是 他的祖先是 B加PP 或是S加PP 被或是以 了解嗎 嗯 好 第二種 第二種ING 就是Running horse 我看到ING 這個他就是 你看他的意思 應該是正在跑的馬 所以這個叫做 限在分尺 當然當形容詞 用叫限分型 Sleeping baby Sleeping baby 是正在睡覺的嬰兒 OK 好 那你說第三個 诶 詞文明寺不是正在游泳的詞 不對啊 詞不會游泳 所以你這個不是限分型 這個叫做動名詞 動名詞 就是名詞 動名詞算名詞 N1N2 叫動名詞 一樣 睡覺帶 不是帶子正在睡覺的帶 帶子沒辦法正在睡覺 所以這個不是限分型 這個是動名詞 N1N2 游泳池不是遲 剛才不是講N1N2等於N2嗎 游泳池就等於遲 睡袋等於帶 那Fallen leaves 是葉子已掉落 已掉落的葉子 所以我們已經講了第二個限分型 好 再來看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Spreading virus 就是正在散佈中的病毒 病毒會自己散佈 那有人說病毒真的是自己散佈 武漢病毒就是這樣啊 沒有人散佈 他自己會散佈 但是也有一種叫做被散佈的病毒 那就是731部隊 這個病毒是被散佈 我會叫PP型 OK 好 第三個就是形容詞詞句 你看到名詞叫ING 就是互後互起 用快速形容詞詞句 右轉快速形容詞詞句 那你看到PP 我現在不是講過去式喔 我講的是PP喔 PP就是被動態 我問你菜是煮還是被煮 被煮 那就是PP 那皮夾是偷還是被偷 被偷 那就是PP 那不是過去式 所以Wallet stolen Wallet which is stolen Wallet是皮夾啦 Stolen 是被偷嘛 所以名詞加PP 不是過去式 是被動態的 是形容詞詞句 那名詞加形容詞 就是呼呼以子或呼吁神略調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導 其實我們都是從第一個導出來的 動詞神略 呼吁神略調 ING 然後呼呼或呼吁神略調 就變成 being being being又神略調變PP 然後第三個名詞加形容詞 呼呼呼呼吁 呼吁神略調變 being being being又神略調變形容詞 所以這三個是快速形容詞詞句 那文化碼總共有三頁 是控制一切文化 是放在腦筋裡面 不是拿來看的 是放在腦筋裡面 所以我給你的文化碼 以後會很有系統 會有系統性的教學方法 你有沒有覺得 我今天教你的 是一些系統的 很有系統的教學 我不是只有告訴你意思 我是告訴你 為什麼是這樣子 OK 那我今天跟你講說 SV 就是主詞 永遠是動詞化的 那 主詞永遠是動詞化的 所以我從頭到尾都會問你說 請問誰花Tech 答案是People 第二個C 沒有主詞 沒有主詞 主詞 主詞不是People 還是People 那 Need是誰花的 就是戶 不就是陌生人 再來 Layer 那個R的主詞是Layer 可是Layer是C主詞 所以真正的主詞是Theory 再來 這邊有個X X的主詞就是People 那現在Call 我不知道Call 誰要來花這個Call 你要找一個名詞 名詞是情況 還是人本 還是理論 答案是理論 這個理論它是找比較前面 不一定是找旁邊 可以找比較前面 這個理論就被叫做 所以它是名詞加PP 可是這個PP有一點遠 如果你是寫And的話 那表示它沒有Sung 那就是And was code And are code The theory 是不是理論 這兩個理論被叫 Wire code 變成說你的主詞是理論在叫 叫旁觀 所以你這個主詞省略調 它就是要你去抓那個主詞 那所以我們剛才講說 這個呢 主詞跟動詞 動詞是主詞化的 那所以你這個形容詞詞句 你也有可能是 負ING跟PP 第四種就是負詞詞句 就是重屬連接詞 重屬連接詞 引導負詞詞句 主詞一樣就可以省略調 主動態就是ING 背動態就是PP 第五種就是And省略調 所以我們說ING跟PP 告訴你是代表省略 有可能是PP型 就是背或是乙 第二種是線分型 進行式的椅子省略調 第三種是負詞詞句 跟形容詞詞句 形容詞詞句就是 名詞加ING 名詞加PP 負詞詞句就是ING寫在前面 由後面抓主詞 另外一種就是And省略調 講到這邊 覺得有沒有一點快 或是聽得懂 會不會聽得很自立 還是OK 還可以 因為這個東西不是 不是說我一開始 要給你講很難的東西 是因為你的題目 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 你的統徹 OK 統徹 我們今天 不是只有教你這個意思 所以是這樣 我是告訴你要怎麼判斷 了解嗎 嗯 那我也可以解釋說 為什麼這邊ING 為什麼要用ING 你就不求聖解 你也可以不求聖解 我也可以隨便跟你講一講 我現在很清楚的跟你講 這個ING 就是人們看到 因為它主詞一樣 所以省略調 了解嗎 那我剛才看到 名詞ING 你剛才看到 有沒有看到一個名詞ING 有沒有看到這裡 Regulation governing 有沒有看到 嗯 那就是管理 這是形容詞詞句 是不是改為which 省略調 管理這個活動的規則 了解嗎 嗯 了不了解 了解 好 那 這一題 我終於解釋完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28題 28題是不是 考那個轉層詞 對不對 好 我先告訴你 SR Result 是不是因果 當作是一個結果 是不是因果 因果 好 那 所以我現在要幫你 系統化的教學 那 這個東西以後 我會跟你講 我給你這個 文化碼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筆記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篇章結果 你們沒有篇章結構 我現在跟你講 有轉層詞 有因果的叫Lers Lers是不是因果 前面是因 後面是果 我先大概跟你講一下 這種叫轉層詞 Lers 轉層詞有因果的 有轉折的 有讓步的 有同向加碼的 總共有七八個 我一個一個講 我先講第一個 Lers是如此 前面是因 後面是果 我有錄影 所以你回去可以再等 我再看 可以一次解決 Lers是如此 前面是因 後面是果 Lers是因 前面是因 後面是果 OK Then 然後前面是因 後面是果 As a result 剛才講的就是 As a result 這裡就是說 當作是一個結果 那就是結果 前面是因 後面是果 OK Consequently 這個也會考 這個就是接下來 Consequently 接下來 接下來 不就是前面是因 後面是果 Result in Result in 結果 result是結果 結果是在什麼當中 就是導致 所以這個叫做導致 前面是因 後面是果 那我們現在先不用仔細解釋 我現在只是告訴你 有些這些字 我們真正這些東西 高時升 也是要一次 轉生值是一定考 百分之百一定考 高中跟高時都一樣 那我現在是 一次就把它解決 是系統性的教學方法 Result in 是結果 是不是從什麼 原因發生的 所以叫做 叫做 起英語 這個 前面是果 後面是因 Derived in 這個是學測 你的統測 應該不會考這麼難 所以我這個就 把它略過去 好了 Original是起源 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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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後面是因 前面是果 後面是因 然後呢 Arise Fund 興起花生 興起花生 花生是從原因的 那你的統測 你的統測 除了 Derived Fund 這個是 我先把它拿掉 這個是學測的 統測我就不給你了 不是不給你 因為我怕你記的太多 那 Stand Home 我也不給你了 這個叫 這個也是因果 那Because 你一定會 前面是 前面是果 後面是因 So 是剛好相反 前面是因 後面是果 這幾個 你先把它記起來就可以了 叫因果 Las 因此 前面是因 後面是果 Then 然後 前面是因 後面是果 As result 當作是一個結果 那就是結果 前面是因 後面是果 Consequence 是接下來的結果 前面就是因 後面就是果 Result in 結果在什麼當中 叫做導致 導致 所以前面是因 後面是果 Result的方法 結果是從什麼原因 就是起因語 Origin是原點 原字語 所以後面是因 Arise Fund是興起花生 興起花生 是從原因發生的 Because是因為 所以後面是因 So是所以 所以前面是因 後面是果 這樣大概了解嗎 了解 好 那我現在要告訴你說 As a result 這一個字就是 你前面那一個字 前面是因 我們要用系統的解法 就是 你要很清楚 這個前面是因 後面是果 那 To Summer 叫做 總而言之 就是 In general 的意思 這個是必要的片語 我們是不是會有一些片語 那 我有整套的片語 但是 我 我的片語 是 因為你高值 我跟你講 你高值大概是學測的一半而已 就是說 你高值的難度 大概只有學測的一半 但是 但是 學測的錄取率 是 120% 但是 高值的錄取率 比學測還低喔 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嗯 嗯 好 高值 也就是說 很多人都跑去念大學 那 技職體系 很多人都跑去念大學 所以有人就去考學測嘛 所以我說 你也可以考慮去考學測 考考看 到時候 你看學測 念哪個大學 跟你那個 技職體系 念哪個科技大學 你去學測看 你都可以去念 國貿系 OK 國貿系都不錯 治理的話 治理 台北商專是最好的嘛 再來就是治理嘛 那 那 如果是 大學的話 我 很多大學都有 都有國貿系 或國際企業系 英文是最重要的喔 那 那 所以說 你有關於學測 跟那個 統測 我兩個都很熟 我本身就是高中的老師啦 那我現在跟你講是說 我現在 有一些 系統跟方法 要仔細的跟你教 就是讓你懂 那 這個呢 騙語 騙語 我有騙語的講義 那 所以我會深酌情況 會把 適合的講義給你 了解嗎 我已經寄給你騙語 你剛才有沒有看到 我寄給你的騙語 有 那這個東西就是 高頻率的騙語 我會給你一些高頻率的騙語 some are 是不是加總起來 就是一般來說 總而言之的意思 first place 是不是首先 那為什麼會選 首先 第一是on the other hand 有沒有對錯 二十八題是多少 看一下好像對錯 二十八題是低 是不是 嗯 好 我看一下 看一下 好 這個齁 in the first place 是不是首先 OK on the other hand 是不是轉折 嗯 是不是轉折 我們現在來看轉折 齁 什麼叫轉折 來 你剛才看了是不是因果 嗯 對不對 你剛才不是轉成詞嗎 我才講一個而已耶 對不對 嗯 好 現在看轉折的齁 轉折你剛才是不是看到這個字 對 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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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 可是他不用功 富的 他很窮 是不是富的 可是他很努力 是正 所以 好的轉折就是正變富 富變正 正就是好的 或是沒什麼不好 也算好 但是富一定是不好的 所以 however是轉折的 whire是當或然而 他 他們 他們在往 然而我們在 在用功 這是轉折嘛 on the other hand 在另外一個是轉折 in contrast 是對照 but是最最簡單的 OK 這個就是轉折的 了解嗎 好 如果你第一次 算是陌生 你就是把它記守就對了 這叫系統 就系統性的教學 就是轉折 那什麼叫讓步 讓步就是去100回50 就是說 或者是就半轉折 啦 雖然他很聰明 正的 但是他不用功 好 縱使他 縱使颱風來了 富的 但是呢 人們還是照出去 OK despite是儘管 儘管 颱風來 人們呢 作息正常 in spiral despite就等於in spiral 這個一定會考 一定會考 那 never at least 儘管如此 還有他的詞性也重要 alrow 是連接詞 row 是連接詞 跟副詞 even row 是連接詞 despite 是介系詞 是介系詞 加名詞或VING inspite row 是介系詞 never at least 副詞 那有關於這個詞性 我在這邊沒有辦法仔細講 因為我現在只是告訴你 這個叫做轉成詞 只是先告訴你這個 那什麼叫同向加碼 就是beside 還要再加上一個新的東西 Follow more 譬如說 他生病了 再加一個同方向了 再加上他丟掉錢包 生病是一件事 再加上丟掉錢包 所以他分倒了 所以分倒 第一個他生病 付的 此外呢 他又丟掉錢包 又新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分倒了 生病再加上丟掉錢包 這叫同向加碼 其他的我們還有三四種 這個叫轉成詞 那我剛才看到的那個 on the other hand就是轉折 所以你第二題 你這一題就是要看你有沒有轉折 你現在看他有沒有轉折 你現在看他有沒有轉折 那答案是告訴你是轉折 那你就要看前面跟後面 我們現在來看 一個旁觀者 沒有辦法幫忙 父子子雞 為什麼沒有辦法幫忙 因為旁觀者 不想要看起來很笨 夫理是很笨 借著換錯 當他嘗試去幫忙 你看ING是不是抓他 虚或虚 對不對 你有看到ING嗎 有 那個ING是虚或虚 他自己會抓 旁觀者不會幫忙 因為他或他這個旁觀者 不想要看起來笨笨的 借著犯錯 他犯錯而笨笨的 當他們嘗試要幫忙 好 好 small的效應 會幫忙 所以一個是幫忙 一個是不會幫忙 是不是 有沒有對照 前面有沒有幫忙 你看一下 前面有沒有幫忙 有 沒有 後面有沒有幫忙 哪 蛤 那 我看 有 你看我給你幾乎 前面不是沒有幫忙嗎 有沒有 對 後面有沒有幫忙 有 這樣不是很折嗎 一個有幫忙 一個沒幫忙 不是答案是低 嗯 所以你今天靠意识去解,第一个会迷迷糊糊,再来就是你会比较不清楚,会想得比较久 至于我一看,我看到转折,我就知道是昂迷阿拉,因为我已经有一些训练说这是转折,它不是因果的 它也不是总而言之,总而言之就是结论,你要第一要第二第三,这明明就是肯否转,肯定跟否定的转折 好,我们再看三十题,三十题是不是考字的文化,第一个是不是也步,所以前面一定有步哦,你有看到前面有没有步? 前面有步 你一个不是也步吗?前面有没有步,他不去我也不去,他不是我也不是,你有前面有看到纳特吗? 有,哪里?是Nahub呢? 什么? Hub那里没有? 没有啊,前面没有Nahub啊,这里是,这里没有Nahub啊,对不对? 对不对,这个neither什么也步,那你至少要看,你前面没有Nahub,你后面别想会有 你前面那一句,你前面那一句一定要有Nah,不然你neither什么,就没有办法去做那个也嘛 他是,我是,他不去,我也不去,你这个neither就告诉我们,我也不要去,那你前面没有Nah,一定错嘛 阿乐外不是否则吗? 阿乐外是否则,OK? 阿乐外是否则 等一下,是30里,这怎么 这个,我看一下哦,如果他看到其他人帮忙,他更可能去帮忙 好,这个是他帮忙,我也帮忙,你知道Sware就等于2,知不知道? 嗯,知道 阿就是,阿前面不是帮忙吗?这是肯定嘛,对不对? 对阿,他也帮忙,2个是不是2个帮忙? 对 他帮忙,我帮忙,阿不然不是也吗? 对不对? 对 阿,动词都一样啊,动词不是一样,你吃我也吃啊,你去我也去啊,不是动词都一样吗? 阿不是也吗? OK? OK,好 阿乐外是否则,不是这样的话会怎么样 阿收炮是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通常是完成式啊 好,那我这样子是做大概的解释 做大概的解释 好,那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要你去做题目? 做题目,你才知道你哪里不会 你想想看哦,如果我教你很多的东西,很多你都会 那这样是不是比较浪费时间? 嗯 对,但是如果你做题目,是不是你把不会的抓出来? 嗯 如果你会了,你就不会错 你会错一定是你不完全了解或是不了解,对不对? 嗯,对 好,那你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我是不是不知道? 我想要教,是不是我要教你不会的地方? 对不对? 对 但是你如果做题目,我不知道你哪里不会 所以我是不是用题目来测试你会不会? 嗯 那你测试你不会,我就会告诉你相关的东西跟系统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我给你教转程式相关的东西,ING跟PP,有没有? 有 OK 所以我是说,你要错,你就错给我看 我就教你顺便补充相关的东西 整个都是系统性的教学方法 那我刚才讲SVSV,动词是主持花的,现在就已经有一个概念 有省略调才有ING跟PP,有五种省略嘛 PP形,线分形,形容值值句,负值值句,还有END,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顺便我先告诉你说我们的克漏字 它是考四种东西,第一个叫做单字 像这里就只有那一体,刚才那一体,第一大体的,第一体的那个单字 其他的不是考文化,不然就是考片语,不然就是考介细式 基本上都是文化,文化有很多种 文化有很多种,一种是结构的文化 一种是巨型,一种是单字的文化 了解吗? OK 那所以呢,我们,你的目标是在 你,请你告诉我,你的目标是在台商大吗? 台北商业大学吗? 台北商业大学吗? 还是大学? 太高了 还是大学? 太高了喔? 台北商业大学,层间很高耶 你其他科怎么样? 其他科喔? 还可以吧 那英文呢? 英文是最烂的吧 是多烂? 是有一点烂? 还是 就对比其他科的英文比较烂 好 那我问你,我刚才这样讲,你会不会觉得很吃力? 还是有清楚? 还好 我告诉你 刚才,我那样解释 并不是说,我要故意要讲很难 是因为这个题目本来就是这样子 了解吗? 有这个题目,我才会跟你讲 譬如说,我给你讲说,这个叫因果 就是因为有这个题目,所以我才把所有的因果都列给你 OK 了解吗? 那,所以我刚才讲的是说 今天你要背单字 今天你要做题目,是不是 我但是还要记 蛤? 没事,没事 我是说,今天我会不断的叫你去做题目 做完了,我们就没有做题目的时间 直接给你定证 定证的时候针对错的 顺便记单字跟片语 这样了解吗? 那记单字跟片语,为什么不要单独记? 因为单独记,你是不是错过了它的用法 所以我说这个叫做晶晶体 什么叫晶晶体? 就是说,背单字犹如把一个汽车的轮胎做得很好 那汽车要跑得快,只有靠一个轮胎够吗? OK 那你只有背单字,可是你不会用 对不对? 你发现我们这里实题只有一题考单字 那你背单字 你放在句子里面,你会哩哩啦啦 对不对? 你会第一个看得很慢 那你也不知道INGPP 所以它真正考你的是什么? 你一直看得是懂,会懂 看阅读车验就知道了 如果你看阅读车验,看得特别慢 那就表示你的结构 有时候我们把单字给它,它还是看得很慢 表示,并不是主要是单字的问题 单字其实只是一部分 单字不是最重要 很多的时候都不需要单字 我们还是可以看得懂它的意思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做题目 把错误找出来,讲好之后你再回去再听 再去更正 错的是不是越错越少 所以做题目就是要找你不会的地方 但是它是一个要引字 就是说对症效耀 我怎么知道你哪里不会呢? 那就是透过题目的要引字 把你病痛的地方 哪里不会的地方把它抓出来 顺便补充 那至于说,既然我都读了 读了之后,如果很多人读完了 写题目,就把它放在一边 是不是就等于是会晤 但是如果像食物一样 你花过时间去读 你是不是给它当养分 你是要把它当养分 你就顺便去单字片语 你已经花时间了,顺便去单字片语 所以我讲完的时候 我就顺便告诉你单字片语 如果是单字片语 你把它写1、2、3、4 顺便把它记起来 这样是不是又可以顺便记单字片语 嗯 OK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些题目来做? 因为这些题目就是统策你会考的 嗯 那一个礼拜你可以给我一次的时间 那我们就暂停两个小时 那我们定期的用这个来讲 那我相信你照我这样做 你懂得越来越多 然后再加上你背的越来越多 我给你一些讲义 你应该会越来越好 这样了解吗? 嗯 那时间的话是 如果是礼拜二或礼拜四 礼拜四我是完全有空 礼拜四的话 譬如说 你是希望比较早还是比较晚 我如果是时间排的话 是希望比较早还是比较晚 比较晚的话 比较晚的话 可以是八点半 比较早的话就是大概六点半 比较七点到九点其实也是可以 我觉得不用那么早的话 譬如说八点到四点也OK 嗯 可以上一次这样子 了解吗? 嗯 那我目前的时间是礼拜四 礼拜四是OK的 礼拜四是没有事 还有就是礼拜六的早上跟下午 哦 那如果是礼拜二的话 就是像 我是八点半有课 所以你知道八点半以前 譬如说 譬如说 六点到八点可能会 你太敢吧 六点半到八点半 就是六点半到八点就可以 那如果是 礼拜四的话 就是我整个晚上都可以 那我觉得 可以先上一次这样子 哦 那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些教材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教材 是不是还有模拟考 那我们从题目来做 也不错 因为题目里面 我们现在做的是统测 哦 就是去年的考题哦 那去年的考题 我们还要讲另外一大题 讲一些 对话可能比较简单 还有一个叫阅读测 你哪一大题错的比较多 我要阅读到计读测 阅读测初的比较多 嗯 我慢慢地 下次你就做其中的大理阅读测 那做完之后 我给你订证 然后我告诉你怎么样去 从题目去找答 那解读压 我会跟你讲 那今天第一次上课 不可能一下子可以逛很多 但是你照我这样做,我是系统性的教学方法 都是系统的,告诉你怎么做,然后怎么样找答案 那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一些相关的文化或片语 这个东西还是需要补充,那我不知道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说 become 跟 has become 它差别是时态 现在是绝对不是发生在现在,现在是发生在过去现在未来 可能要抓一个node给你,现在是绝对不是发生在现在 是以现在为时间主轴,包含过去、现在、未来 转的叫习惯,长的叫真理 我现在就抓给你好了 等一下 因为我这边有几百页的笔记 几百页的笔记 几百页的笔记就是不用写,就抓得比较快 到时候你看你的笔记就对了 笔记我每次都会帮你整理好 等一下,上完课之后我会把今天讲的 那个 今天讲的就是传给你 我们现在来看 好 你现在有没有看到,就是说 现在是动词发生在过去 现在未来,短的习惯,长的叫真理,有没有看到 有 有 等一下 还有,我们还有很多 好,你现在看 你现在看,有没有看到虚线 有 好,你就是说 我现在很饿,是不是十分钟前很饿 十分钟之后也是很饿 这个是不是习惯跟真理之间 嗯 好,比如说我喜欢吃西瓜 是不是 一个月前一个月以后,是不是比较长 嗯 地球是圆的更久了 可以十亿年前 十亿年后还是圆的,是不是真理 所以 所以 现在是 绝对 不是动词 发生在现在 而是发生在过去 现在未来 短的叫习惯,长的叫真理 好 那 请问你 我生在台北,你要怎么讲 为什么错 这句话为什么不懂 表示我现在是婴儿,对不对 嗯 现在是怎么会碰到现在 嗯 哇塞 现在是一定会碰到现在 对不对 你用现在是我现在生在婴儿 那我不就是婴儿吗 听得懂吗 所以 一定是挨我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 没有人讲这句话说 我现在生 那我现在才被生而已 所以现在是一定会碰到现在 所以我跟你讲说 现在是是动词发生在过去 现在未来 短的叫习惯,长的叫真理 好 那 我是一个女孩 这个应该是比习惯还长 比真理还短 披着很生气 应该就是习惯了 好,这样了解吗 嗯 我把它贴在你的笔记 好 贴在你的笔记 然后 等一下 啊 我跟你讲 你的 你的笔记 你的笔记 就是 你的讲义 跟你的题目 就是你的笔记 了解吗 OK 你的那个参考书 你的写的东西 就是你的笔记 要一起看 了解吗 好 我把今天刚才这个笔记 大概跟你讲一下 好 我们一开始就是说 我有两个形容词子句 那 那它是什么意思 就是形容词 它是一个句子 没有错 它一定会有主词动词 父或父习也是主词动词 那它主要是修饰前面的名词 那我们刚才不是有because吗 父词子句 它叫修饰主要子句的动词 because 可以写在中间 也可以写在前面 我们看名词子句 它就不是省略了 因为名词子句它是主体 它不是修饰体 修饰体 修饰体是指形容词跟父词 主体就是名词 名词子句就是名词 可以当主词 也可以用受词 所以What you say is true What you say 就是你说的那个话 是真的 是主词 I know what you say 我知道你说什么 但是当受词 What you say What you say Where Carrie live Where Carrie live 是台中 Where Carrie live 是名词子句 Carrie住的地方是台中 所以是名词子句 I know where Carrie live 我知道Carrie住在哪 这是当受词 所以名词子句 就是名词 当主词跟受词 所以我们这个SV SV 看到一个主词动词 它如果 它一定是指句 如果是形容词子句 它有ING跟PP的问题 如果是副词子句 它也有ING跟PP的问题 看你的主词有没有省略掉 如果是名词子句 没有ING跟PP的问题 因为主词跟受词都不能省 只有形容词 我刚才不是讲 副词子句可以省吗 对不对 哈啰 哈啰 咦 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哈啰 哈啰 对对对 只有名词子句不可以省 那S1V1 Because 这个叫副词子句 我反而复习一遍就下课 来 那我们今天看到一个FOR FOR FOR是because 这个是统策的文法 也是学策的文法 通常FOR是介细词子 可是豆号加FOR 之后就变连接词 CONG 就是conjunctive 是连接词 然后我们今天讲 N1N2 这一种叫做互合名词 所以呢 Bird watching 算Watching Bird Bicycle Riding 就是起山 爬山不是Mountain climbing吗 那不是 climbing 好 那 所以动名词 当主持的时候 那个become要加S 加S 就椅子 然后我们今天讲同位语 同位语 我们今天有个会嘛 礼拜二的晚上 Carry 可是时间 那如果是地方就是会 理由就是话语 原则上就这三个 然后我们刚才看到 一个是叫Admit To 这个要什么 翻译叫承认 承认 它会考你三个地方 一个是学校 叫入学 一个是医院 叫入院 一个叫入戏院 查票入戏院 影响 有分Affect 跟Inference 一个是短的 一个是骚扰的影响 一个是长期的影响 Approach 可以这样接近跟方法 刚才有看到一个是 Principal 跟Principal 一个是原则 一个是中小学的校长 好 那今天最重要跟你讲的 就是ING跟PP 比如说代表省略 有一种就是PP型 有一种叫做线分型 有一种叫做 形容词指句呼启 省略调 有一种是连接词 跟主词省略调 有一种是&省略调 好 今天跟你讲说 现在是 不是只有现在 发生在过去 现在未来 短的叫习惯 长的叫生理 OK 其他的部分 我们或许 下一次你可以继续写 那我顺便 会把 这些教材跟什么 我会帮你规划好 你只要照我这样做 去做题目 自然而然 这个统策 应该不是什么 不是很难 但是你需要投入时间 也需要把错误找出来 了解吗 嗯 好 那